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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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跑和越野跑 眨眼看似相似 但其實兩者的分別非常大 尤其是香港的山徑高低起伏 沒有平路 所以對馬拉松的跑手來說 香港的山野環境 始終不適合做一個互補訓練 香港一年的話 如果跑山的話 通常很多樓梯和斜路都比較斜 其實很難跑到一個速度出來 很難用一個均速去跑 如果跑山跑樓梯 其實是用的力比較多 很難可以好像平路這樣順著去跑 所以香港會比較少跑 但如果在肯爭那邊 上去落落 它是有一定的上落 但不會太長和太斜 但也會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始終速度也不慢 但也可以保持速度 可以跑下去 不止馬拉松 總之跑長跑 其實節奏感很重要 不是只要用力 最適合到節奏 跑什麼距離都可以跑得好 長跑講求節奏 越野跑 不適合做出阿堅 每公里三分半的高強度均速 但是越野跑 結合了很多不同的技巧 能夠提升跑手機耐力 和鍛鍊到路跑較少刺激到的小肌肉 在路跑上面 一度受傷患困擾的阿雪 轉向上山後 慢慢能夠越跑越長 更加成為上年的 藝衡者混合組冠軍 所以我都會維持一年玩一個十公里 一半馬和一個全馬 都希望可以做到 反而我走完山後 我有一個很好的耐力 因為耐力 反而是我以前跑十公里 做速度的時候 是給不到我的 因為我那時 玩十公里 我都有報一下全馬 可能前半能夠保持速度 但到後半 尾的二十公里或十公里 就跌速跌得很厲害 但是玩完山後 我發覺耐力分配是好 是懂得分配了我的體力 同時我反而在尾段 我是可以加速的 反而對我的馬蟲成精 是提升了 相比起外國 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地理環境 可以讓我們路跑 和越野跑兩邊走 但兩者是能夠互保 還是共存 其實都好看跑手追求的目標 如果想在兩者裏 都做到好成績 就一定要小心編排訓練的日程 千萬不要把速度型路賽 和耐力型山賽混在一起 增添受傷的風險